如果假设 A 它是个 3 然后 B 的话 5.2 你执行的话应该 OK 8.2 它没问题 就是小数点会保留 可是如果假设另外一个状况 5.2 的话 如果你全后一样把它加双引号 也就是它来源 来源的资料刚好是一个文字 那你要转型嘛 你想说老师我这要转型 转型不就是直接把它改 INT 吗 对 OK 可是你会发现 INT 这个函数 它基本上就是转整数的 可是 不要发现 5.2 它有点二这个东西 点二的话 有个专门名称叫浮点 浮点 它是有小数点的意思 有小数点的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看一下 这样的话它会出现什么 它不是 Type L 刚刚是 Type L 现在叫 Value 资料 L 资料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要转什么 如果你们在以色尔里面不是 INT 函数吗 那你给它 5.2 它给你就是 5 它不会有错误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城市的理解 不同的城市背后会有不同的逻辑 为什么 因为有些城市比较规模 不行 你就是要照规定 但是有些 你不行 好啦 没关系 你应该是不懂 你应该是外行人 好了 没关系 算了 算了 你就是 直接小数点帮你拿掉就好了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 以色尔好像比较有人情味一点 错就错 没关系 你会觉得 所以台湾人都很有人情味 对 是不是这意思我不知道 因为外国人都觉得 我来台湾觉得大家都很有人情味 意思就是 因为在国外都一板一眼的 什么地方都一定要 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来台湾好像 没关系 大家容错率都很高 所以一个城市员 背后如果 假如说 很有人情味 你会觉得 这个城市很棒 但是反思 另外颠倒一点说 那它错误率就很高 对 如果明明要小数点 就说你给我整数 那我小数点不见怎么办 最后结果就不对了 所以有些金融业 差一个小数点都不行了 所以有的时候当然 这个你就要知道 有没有 有的时候 这个背后就是需要注意到 不同的环境 设计出来的结果就怎么办 所以不行的话怎么办 你可能要另外再学 另外一个转型函数 叫做float float的话其实就转小数点了 所以你不能用int 那你要什么 用float 那float的话是专门针对小数点 所创立出来的一个函数 那把它执行 里面应该就OK了 得到的结果呢 也会是8.2 OK 所以上面的A跟B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OK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改法 如果你不想出错的话 有一个方式 因为它是文字 它也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另外一个改法是什么 如果你假设不要int 也不要float 那把A跟B加在一起的话 得到的结果会怎么样 他会说 你type L 然后你value也A吗 其实因为它文字加文字OK的 因为如果你两个要串在一起 都是文字 他就把它串在一起 但是它是串不是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加 就会变成是一个串结符号 就跟 以色尔里面的end的符号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变成35.2 你可能看他会傻眼的 如果你假设你将来计算的结果是3 3加5.2 变成是35.2的话 我看应该很多人会 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啊 为什么 很简单 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形态的问题 如果两个都文字 它是可以串在一起 但是它不会计算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样 一定要把前面的转成int 后面改成float 这样是OK的 不过老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那你想说老师那不对啊 如果我将来的资料 都是数字 可是有的可能会是有小数点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小数点 那我也不确定啊 那我怎么办 如果我今天用float 可是改天 它来了一个是整数 或者是刚好相反 那不就麻烦到了吗 所以啊 这个时候 你们可以再计另外的函数 它是可以两用的 也就是它不管是有没有小数点 它都可以转型 所以啊 如果以这边来看的话 你可以顺便记叫evo e-v-a-l 这个evo函数的话 就是不管的 反正你来的是只要是数字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 反正你来的是一个文字 然后你希望我帮你转成数字 那这个数字可能有小数点 可能没小数点 都没关系 那我反正我就帮你转成 没有 其实有点像把那个外面的双引号拿掉的意思 它差不多啦 OK 所以我看到官方的说明大概是这样 它意思是说把那个双引号拿掉 但是它是用英文叙述啦 不过我看了半 我看很久 终于好像有点明白 那意思 那你们可以直接去看一下那个官方上面的说明 OK 好 那把它执行 理论上应该这样也可以啦 也是8.2 有没有 不过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它比较不用管说 你到底你来的这个资料 到底是不是有小数点 还是整数的问题 所以 那刚刚主要 跟各位多介绍了一个叫float函数 如果你确定一定是小数点 那你就干净用float 但是呢 另外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那你用evo ok 而且这个evo的话 这个val 其实应该是value的缩写 所以这个感觉跟isail里面的value函数 也有点 有点类似 ok 所以以后你看 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evo在java里面也是这样用 javascript也是这样用 ok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关联性的 好 那输出之后的话 我们就 再来的话 如果我想说 老师 我如果希望说 因为你八点二这样看起来不太清楚 我希望在前面加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比如说加总结果冒号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加总结果 把八点二前面再加一个叙述 加总结果冒号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串一个文字在前面一个叙述 那这个时候应该在哪边下手 在这个queen的前面 他应该什么 加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的话叫做 加总 好像不用加总 加总冒号 加总冒号 好 然后呢 后面我们就是再加一个加号 那也就把八点二再放在这里 所以输出应该是加总冒号八点二 不过一样的道理 这边呢 他会马上会出现一个错误给你 OK 这边好像 有个与法错误 OK 那如果说再加一个 一个文字 在这边的话 那要怎么做 接下来你会发现 执行一定会发 因为这个是文字 那这个应该是数字 所以呢 如果你把文字跟数字要串接的话 那一定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会先tap here 形态错了 而且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串接两个文字的话 其实这个叙述是 如果你 就是把那个两个文字串在一起 这个是文字的话 那你必须要把后面这个也转成文字 才可以跟前面的文字串在一起 所以最后呢 再交一个函数 就是 那个sum 现在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8.2 可是如果我希望把这个8.2 变成什么 有没有 把8.2 这个文字 因为你要跟前面加总冒号串在一起的话 那你势必一定要把它转换成8.2的文字 有没有 变成这样子 才可以跟加总串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把8.2转成文字的话 那你需要再学一个函数 叫什么呢 这边也显示了 str 这个str 这个str的话就是转成文字 所以你再上前面加一个str 然后前挖符 然后后面再后挖符 OK 好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先帮我把8.2的数字 转换成8.2的文字 再跟前面的加总冒号串在一起 输出 所以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 加总冒号8.2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所以刚刚一下子讲了 多三个函数 第一个是float 第二个evil 第三个street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函数 那请各位试着练习看看 那主要是把那个什么呢 把b改成文字 把它改成5.2好了 OK 试试看